北京时间11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离开北京 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地时间14号下午抵达美国旧金山 各位观众 这里是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抵达这里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 在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时 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 财政部长耶伦等美方代表热情迎接 蔡奇 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乘坐的车队离开机场 前往下榻饭店 许多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代表 等候在沿途街道 威武中美两国国旗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大使群立谈地 奖備进台北大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